近日,国家税务总局决定从2018年10月开始,逐步推进影视行业税收秩序工作,对阴阳合同、偷税漏税等行为进行整顿,而在香港却很少听到有艺人涉及其中。 当地时间10月15日,香港华人会计师工会会员论坛及工商关系委员会主席郭志成向记者透露了其中的原因。 首先香港的税制简单,香港的税收可简单分为直接税和间接税,而引一些人士主要涉及的就是直接税中的利得税,相当于内地的个人所得税。 香港的税中很少,实际上叫我们说身份税,就是内地个人所得税,还有就是香港企业,又叫利得税,等于内地企业所得税。 比如说同一个经理员公司签的合约,它还有特别可以集计成立一家公司,它成立公司以后呢,它只要按照香港这个等于一个企业,它就是按这个利得税这个系统来征服这个利得税。 那么利得税这个税率呢,如果它是个体户,它最高的税率就有15%,如果它是一个企业,它这个最高的税率是16.5%。 香港的艺人对于慈善比较热衷,除了为公益做事出力,能赢得一个好的公众形象,而且按照规定,捐赠给以或认可的慈善机构,还可以获准抵税。 因为香港也可以把这个捐款来抵扣,一个可以扣税的费用来的,所以可以达到你这个税率利用的35%。 在香港,企业或者商家开具的发票与内地有很大差别,他们并非由税务部门统一印制,很多是自己公司打印,甚至有的是手写的纸条,如此草率的做法,真的能防止偷税漏税吗?答案是肯定的。 税务局可以按照香港的税法,可以经收这个我们说这个罚款,最高可以罚到300%,这是三倍了。 还有按照香港这个规定,还有税务局可以起诉你,最终法员可以判刑的,判刑的最高可以罚你住老三年。 香港税制简单,税率低,公司开具假发票对盈利影响不大,公司一旦使用假发票,就会触犯制作虚假文书罪。 按照香港相关法律规定,一旦经法庭定罪,最高可判入狱14年,而如果两者相加,最高可以获行入狱17年。 同时,香港非常注重个人信用,社会诚信度很高,一旦违法,得不偿失。 所以,即便香港报税的发票和制度都很简单,但是违法成本太高,香港的演艺圈就很少出现偷逃税款的情况。